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6%降到了1.75% 但是整体效果并不是很好 失业率从之前的2%来到了3% 经济实际上还处于一个萎缩的阶段 反观2001年互联网泡沫时期 美国一年不到的时间就从6.5%降期到了2% 并且顺利度过了次次危机 其实本次降息的效果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适逢当时美国也是处于降息周期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当时美元开始贬值 反向导致了日元的升值 日本的出口业再次受到打压 因此才导致了本次降息并没有预想的效果那么好 于是在1995年 1.5%的利率位置维持了几年之后 终于把利息降至了0.5% 央行准备给经济注入一记强金针 那么央行的货币政策出手了 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不会闲着 于是开始了财政支出 开始做各种基建项目 刺激需求拉动内需 经济开始好转 但是本次的强金针计划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金须其外败须其中 因为本身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那就是信用膨胀的问题 其中公司银行之间的坏账愈演愈烈 于是在1997年 开始了很多银行保险公司的破产潮 苟活下来的公司 把好公司继续拉下水 大家一起摆赖 这就是出现了信贷收缩的问题 发现市面上没有人贷款了 到了1998年 民间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 大家的钱开始变少了 流入市场的钱也变少了 于是在2000年前夕 日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 人们购买欲望降低 需求下降 不得不降价出售 物价开始下降 营业率开始下降 大家的利收入开始下降 需求继续下降 这个漩涡在当时 看似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也就是市场的活跃度开始下降 但是从后世的眼光来看 这个漩涡 其实就是日本 一直都没有走出来 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在当时实体经济出现危机 公司之间相互摆乱 也就造就了 效益越来越糟糕 于是自身出了破产潮和裁员潮 这样一来 大家的钱就再次变少 失业率飙升 从1997年的3.4% 到了1999年的4.75% 在2002年和2003年 更是达到了历史高位的5.5% 更可怕的是 通过这一番折腾 日本从1998年开始 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 通货率膨胀率 降到了0%以下 这幅一看 这不行啊 得刺激经济啊 但是因为需收等种种原因 子弹不够充足 于是开始了不断的发债 来进行做项目 刺激内需 刺激经济 从1997年的100%的债务GDP比 攀升至了2005年的176.6% 值得一说的是 在1991年的时候 日本的债务GDP比才66.5% 短短十几年 翻了快三倍了 央行此时一看 有方开始搞大的了 那我也不能闲置 在1999年2月底 日本央行把利率调成了0% 也是世界上首创的零利率国家 这一操作 也颠覆了世界上很多 经济学家的认知 这次央行和政府的联合出手 也给日本经济注入了第二剂 强行针 也就是在1998年年底 Top Secret的创始人永天荷叶 在英国的A1高速路上 跑出了320的急速 让JDM改装车 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但是光借钱 好像总缺了点什么 似乎有点不够 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 创造出了我们现在 耳熟能详的量化宽松 也就是QE 量化宽松一词 是由日本央行 在2001年提出的 是指央行刻意通过 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 包括大量印钞 或者买入政府企业的债券 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的途径 为经济体创造新的流动性 以鼓励开支和借贷 一般来说 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 不再有效的情况下 货币当局 还会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 由于量化宽松 可能增加货币贬值的风险 政府通常在 经历货币紧缩的 推出量化宽松的措施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央行拿着这些平宫出现的钱 在市场上进行的购买操作 很有可能会造成乱套的情况 而且还极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然而后面这个导致通胀的点 正中日本央行的下怀 其他不好的地方也灌不了了 直接开始量化宽松 搞定通胀率 盘活经济 其他的以后都可以慢慢去解决 于是 在2001年开始大量的印钱 随之而来的 就是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攀升 从2001年到2006年 几乎是翻了一倍 随之而来的贷款有色回升 就在一切都逐渐开始好转的时候 在2006年的后期 日本宣布撤出量化宽松 并且不需要这样进行刺激的政策了 慢慢的 经济可以再开始自己良性循环了 在2008年 日本再次经历了梦碎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所带领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再次让日本出现危机 日元在这个时期快速升值 出口直接腰斩 更使得失业率回到了高位5.5% 日本再一次的进入了经济的衰退 然而就像我开头说的一样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齿又于打头风 在2001年 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了泄漏 据最新统计 最其中处理 维护等费用可能达到了3.1万人民币 约4600万亿美元 此次事件 政府突如其来的巨大花费 出口受到了限制 而且中韩的出口崛起 也对其出口业再次进行打压 短短三年时间 连续两次的巨大变革 导致了日本通胀跌入谷底 失业率又又又飙升 再再再再次陷入了衰退 于是日本又回到了之前老路上 利率从0.5%砍到了0% 继续6QE量化宽松 但是嘛 效果不用我多说 也就那样 时间来到了2012年 日本两大重磅高手开始登场 分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日本样号行长黑田东燕 在这两人卧龙凤竹的努力下 创造了近代历史上的最大刺激方案 也让安倍经济学响彻世界 最终安倍经济学有没有发光发热呢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呢 下期和大家聊一聊日本的第三季 也就是最强的强心针 欢迎大家观看或者讨论分析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